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各位, 今天阿卡有些事想跟大家說 我今天有一個不太好消息向大家宣佈 就是我打算若勤做完這個月之後 就不再做下去了 我知道這樣做很多事情都不做 所以我決定了 我多出三個月的代通資金給大家 為何突然不做 對了, 阿卡, 我們做得好好的 其實我也想繼續做下去 不過我和阿月要開始學做阿茂 我們要開始學做餅 大家知道了, 其實我爸爸年紀開始大了 我要開始掌管他的生意 好, 阿月 阿月, 你這樣讓我遭老 不是經常說想把家好月圓的餅 變成手信嗎 我突然靈光一閃, 想到一個口號 不過這個口號 用一些生氣的語氣說出來 這個口號就是 香港終於有手信了, 夠不夠力 你幹甚麼?開她吧 阿卡, 你答應過我甚麼? 十點鐘上床睡覺 現在十一點點了 你開她吧, 別認識了, 好不好 卡, 你幹甚麼? 你不明白了 就像上次在商場我派餅 突然暈倒的時候 我爸爸突然甚麼都黑了 但是熄灑燈, 我很怕那種感覺 卡, 別再想那天的事了 你不會再發生那天的事 如果那天我不是及時去到醫院的話 我燈燈根本就開不回來 而且你忘了嗎? 醫生說過的 我三十五歲之前 有一半機會我燈燈是開不回來的 卡, 不如告訴學媽媽吧 不要, 你千萬不要 可不可以還不夠擔心我 以前擔心我滅資業賭徒 難道現在要她擔心 我早就隨便認識了 她現在要做的 她盡快搞好交完那份生意 如果要打官司的話 幫我找一個好的律師 甚麼都要快 你和阿慶的八妹 我幫我看星座 說我明年會認識一個女生 後年結婚 傻傻的 難道兩個人突然睡睡覺 發現… 老公打燈關掉了 傻傻的 你哭什麼? 卡, 你不會關燈的 我不是說現在關燈 我為人遲早都關燈 不是, 你不會關燈的 傻傻的, 這麼容易哭 我不是現在關燈的, 不是 我不會讓你關燈的 你不會關燈的 好了…不關燈… 以後都不關燈 只關燈, 永遠關燈, 好嗎? 不要哭… 浩姨 我知道跟Joba決定離婚 比妹妹怎麼分配 獲得法庭的判決 但我認為 我們不應該暫停所有交口員的業務 因為這樣做, 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那你打算有什麼發展大計? 我認為應該拿不賜出來 去宣傳我們的禮品莊 成為香港的手信 口口我都想好了 就是香港終於有手信 好啊, 這句證 阿祖, 雖然我們分開了 但我也想大家好來好去 遲些我就會走開不在香港 餅舖就交給兩兄弟打理 至於我那邊 家美和阿恭看著就行了 你能夠這樣想就最好 總之記住你那四個字 好來好去 來了…吃飯了… 老公, 媽媽已經回來了 我回來了 阿元, 我叫你想到我的事想好了嗎 想什麼? 想什麼? 阿元, 我在臨手工前面 選了一些有代表性價餅做禮品莊 你不是沒想到嗎 什麼?你下班才跟我說 我哪想得及 原來你爽手一點 我計劃半年之內 把我的禮品莊搞成全香港皆知學民 吃飯了, 別說公司了 不, 阿哥, 這個是大項目 你打算用半年時間解決它嗎 阿卡, 你做事挺猴急的 何雞說你在公司做事好像牛飆蜂 從四樓廠房就變成地上 然後從地上就變成回憶部 你真是 阿卡, 你有個心臟病 你做事不可以這麼急燥 慢慢來吧, 吃飯… 吃飯… 不是, 阿卡, 急燥 阿元被家美搞得沒心機 集中不了精神做事 對了, 阿元 阿卡, 你和家美現在怎麼樣? 有沒有大家好好坐下來聊過 還能不能相處下去? 我也不知道 我現在分了房間 讓大家讓時間冷靜一下, 想清楚吧 來, 吃飯… 這個女兒來拿債的 生了她真是十輩不修 家美 紅姐, 我出門後 餅舖就教你照顧 甚麼都好像平時一樣 千萬不要讓你知道 我們已經在做事 放心吧, 紅姐 有甚麼事 我一定第一時間 就打長途電話通知你 餅舖的東西我一定支持你的 你去 是 家美 那天你拿著藤條 做了一場錦米大龍鳳 我已經沒當你是我媽的了 你還打我給我幹甚麼? 家美, 今次阿媽死了 我最近不是跟你說過 說我的胸口很痛嗎? 剛才驗身報告出來了 是, 原來…原來是乳腺癌 第三期的了 已經擴散到肝和肺道了 我不敢告訴阿欣賊他們聽 免得他們擔心 媽媽隨時都會走的 我很想見你 家美…來, 進來慢慢談 媽媽, 你們現在坐下 你不用擔心 我問過醫生了 她說有得醫 我帶你去看醫生, 好嗎? 見醫生每晚都不遲 你是疼媽媽的 幫媽媽做兩件事就行了 第一, 今晚上去吃飯 跟阿姐說一聲對不起 第二, 跟阿元和好 以後做一對好夫妻 這些事慢慢再說 醫生說乳腺癌不能拖 她可能今晚就要跟你做手術了 女兒, 阿元真是好男人 她對你是真心的 她昨天上去阿姐那裡吃飯 整個人都下癮了 我叫你去做乳腺癌手術 你還想怎麼樣?女兒 你找人全世界都找不到 一個這麼好的老公 這麼好的家婆 你這樣偷人吃死貓法 人家的心都爛了 人家也沒有罵神罵鬼 女兒只說了三個字 開門, 開大門等你回去 如果我和阿元做不成夫妻 都是因為你 有西刀大教我說謊的是你 在大庭廣中 拆穿我說謊的是你 好, 當媽媽對不起你 說完謊了, 我走了吧 好, 家媚… 奶奶有幾句話想跟你說 沒有你這麼空 兩分鐘, 兩分鐘而已 好, 兩分鐘吧 你快說吧 你說完之後 我以後不想再見到你 以後不想聽到你的聲音 我剛才在外面聽到你們說的 你說的話也很有道理 今時今日你這麼厲害說謊 你媽的確是有很大的責任 阿薩這個人有多壞 她認了第二, 沒人認第一 三刀兩面, 反口複蝕 謊言, 偏剋人, 不用本 說到這種話, 她是金牌得主 但你覺得她最近改變了嗎 誰都覺得薩姨最近改變了很多 三歲還是八十 幾十歲, 人哪有得改變的 你媽四十都問, 她的確正在改變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是因為她看到你 她現在心寒, 她害怕 她也知道自己如果不改變 你是不會改變 她只需要一分鐘 有什麼話要快說 不過我想說, 你說話很厲害 我說話很厲害, 也是潮到爆 因為無論什麼年代 女人都需要一頭加 你說話很煩, 不想再聽了, OK? 你媽說話你不想聽 因為她便宜, 她瘋了 我說話你不想聽 因為我是道理天后, 煩到吐 你的偶像恩雄說話你喜歡聽了吧 你想說話? 我告訴你 我沒見過有人心裡壞得像她一樣 但我不可以否認 她所做的事都是想拿著老公 都是為了她的下一代 家媚, 你將來都會有頭加 都會有你的下一代 到時你的下一代問你 媽媽, 你的性格是怎樣的? 你怎麼回答? 來, 這個哭得快容的女人 是你的版本 你是不是想學她? 四十度問才來改變 到時會不會遲了? 我說完了 你趕時間的, 我不妨礙你 不過你記住, 阿元和我都是那三個字 開門, 你自己慢慢想 女兒 阿莎 阿姐 十月二十日, 晴天 管家仔, 我又要交課給你了 我今天經過港外市碼頭 以前我和自信經常來搭船 去南馬島 她走了之後, 我很久沒來過 我試過有一次經過很多專門兜路走 因為那裡有很多我和自信的活躍 但今天走過, 我心情竟然很平靜 管家仔, 我覺得今天我有八十分 十月二十一日, 晴天 管家仔, 我今天真的不知道 應該給自己多少分 我看著自信送給我的手錶 想回很多我和他的事 我以為今天一定不合格 但突然之間, 自信就停止了 我覺得好像是天在給我提示 告訴我, 我和自信是時候要結束了 余素秋病人 你三天沒有交報告了, 你的病人怎麼樣 管家仔醫生 我這幾天沒有發病歷給你 是因為… 我已經三天沒有想起自信了 我想我這個病康復了 你這個醫生也是時候脫牌了 我不管了, 總之這頓任我喊 你的病康復了 我這個醫生的失業了 以後拿了門 這頓就吃飽了些死了 你不要只顧看餐牌 我病康復了 但我覺得是有另外一個病 我是認真的 不知道為什麼 我最近經常承認有人跟著我 是嗎?是誰 我看不清楚她的樣子 但我覺得像我爸爸一樣 雖然十幾年沒見 但不知道為什麼我總是承認是她 但應該又不是她 她丟下了我這麼多年 怎會想見我 那你呢?你想不想見她? 不想, 這個人給我的回憶 全部都是流眼淚的 我記得小時候 媽媽哭著求她 不要再見過那個女人 我看到她一巴掌地掩在媽媽裡 我看到她打媽媽 我跟自己說 只要我肯努力讀書 爸爸就不會離開我們了 我終於考到一百分了 很開心地拿著成績表跟爸爸說 爸爸, 我會乖的了 我以後都會得到一百分 我求求你, 你不要離開我們 不要丟下我們 但她好像聽不到 她還不生氣地撕破了我的成績表 始終她還是丟下了我和媽媽 隔了兩年後 我看到她在街上跟那個女人 她眼中裡面只有那個女人 是沒有我的 我跟自己說 從那天氣 我心裡是不會再有她的 幾乎 蘋果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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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聰明, 我跟蹤你 你再跟著我 終於問你一次 你到底可不可以再搞我女兒? 我再跟你說一次 我和於素秋從小到大都是好朋友 現在是, 將來也是 你死了 你別再動手動腳了, 我怕你 我不會怕你上來這裡 你就是住這裡? 不是, 你用得住嗎? 五星級酒店 是, 我認 我幫阿紅拿了家好預言六千萬 但我沒有一個仙女 進入了阿紅在外國的戶口 我要錢來幹甚麼? 我現在最重要是 為了將靜丁的時間拿來贖罪 拿來幫我女兒, 她不要被人傷害 強哥, 你記不記得? 於是素秋小時候 為了不想你和紅衣分開 她熬痛笑, 讀書讀到天亮 結果差別拿了一百分 阿紅, 你聽我說 你們兩個真是不合格的 她就是醫生 你… 強哥, 你記不記得嗎? 於素秋小時候, 做一個酒馬燈 你答應做給她, 但你做了一半 你跟著那個女人走路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自己做一個賤種了, 行不行? 如果我是你的話 我會做完我還沒做給她酒馬燈 我會親自做一頓飯, 跟她一起吃 我會跟她說句對不起 我不會給她所有的回憶 都會流淚淚的 我可以說幾個語言, 走吧 強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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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哥, 你放心吧, 很快到醫院了 不要, 不要送我去走路的醫院 送我去遠一點的醫院 你怎麼知道? 為什麼? 我心裡就在那間醫院做醫生 我沒面目見她 求求你送我去遠一點的醫院 你怎麼知道 從小到大愛最恨的 就是雅典娜公主的酒馬燈 很漂亮 其實這盞燈 我是代了一個人送給你 她現在病得很嚴重 是董她的醫院 她很想見你 這是她最後的心願 無論你的決定如何 我都會支持你 好了, 我不妨礙你了 我先走了 凡事你 臭女兒, 你偷走 老爸,你不用擔心 我這段是我的好應 我對不起你母女,爸爸欠你的 你一輩子都還不到了 可不可以原諒我,可不可以… 你休息一下,多休息一點 關家仔,你真是一個好男孩 之前我還想要他打 因為他在你身邊,我又安心了 魚素周,你找我甚麼事 我剛才剛探面了,爸爸 他告訴我原來打你的那個是他 你別怪你爸爸 你別怪我爸爸 那家仔,我知道你不告訴我 因為你不想我 再有一個流眼淚的回應 你原諒你爸爸 他剛才跟我說了很多次 求我原諒他 我看著他這麼辛苦 終於我都點了一下頭 不過那一刻 我只是當自己在安慰一個病人 我不是真心原諒他 我… 我謝謝你 你爸爸走了 其實我都知道了 我去看他之前,我問過教授 他們說他不能治療了 她已經到了末期,所以我遇上了 我遇上了 我以後都沒有機會跟她說 我原諒你 原來她留了很多開心的回憶給我 我沒有,現在全部都慢慢出來了 為什麼每個人對我好的人 都一個一個走的? 我很害怕 寶貝仔,我很害怕 你會好像只想跟爸爸進去扔下我 寶貝仔,如果我們開行工 我們每天大概是開生餐多少盒禮品贓? 起碼三千盒左右 三千盒左右? 好,那你幫我想辦法吧 我不管家人手也好,開OT也好 我要短期之內提高我們的生產量 總之一定要快 那我計劃一下 謝謝你,何契 卡,為什麼你這麼早回來工場巡廠? 你昨晚跟會計部開會開得這麼晚 睡冷一點吧? 行了,我自己試,我自己知道了 還有,何媽叫我們今晚八點準時回去吃飯 我今晚不回去吃飯 我今晚跟營業部開會 不行,一九都不能少,一般都會來 這麼大陣仗? 到位吃飯… 一邊吃一邊聊,何媽有事要宣佈 有什麼事要宣佈? 有兩件事,第一件事就是 阿慶召了超聲波 我的外孫就是兒子 阿慶召了,大家要喝一杯 學一下Kelvin和慶召就快做爸爸媽媽 學一下Joe寶就快做外公 慢著…不用恭喜我嗎? 我今週來做泰拔 是,喝一杯,謝謝 Kelvin,我的外申改好名字了嗎? 還沒想到,還沒想到 大家聽著,兩天後 每人交三個名字給Kelvin選擇 名字不要交何科 是嗎?要有意思的 沒問題,強行 第二件事就是由現在開始 我們家裡每一個人都要支持Kelvin 要跟他共同面對他的心臟病 阿賀,你說什麼? 上次醫生不是說他的心臟沒事 不會復發的嗎? Kelvin,你的心臟又有事嗎? 你是不是有什麼事瞞著我們? Kelvin怕我們擔心,所以瞞著我們 醫生說他得這個心臟病是十分罕見的 在他三十五歲之前 有一半的機會會復發 而且…而且會突然死 阿玥,你和河媽亂說什麼? 無關他事的,我看見他這陣子神不守舍 我搓他說出來的 兒女有事,做媽媽的有感覺 最近你自己不知道,你整個人都變了 說話就什麼都要快 做什麼都說要快… 你怎麼這麼大事,你都不告訴周朴? 我幾十歲人,周身病痛就說而已 阿卡,你年輕遙遙就… 媽媽 媽媽,你別這樣 我答應你,我不會讓那一半的機會發生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想辦法 看看怎麼幫阿卡 讓那一半的機會永遠都不會發生 明天你就搬回家裡,家裡這麼多人在 每個人都可以幫你、照顧你 從明天開始 你要陪媽媽去公園耍太極 好 我保證…以後都不會再開羅古 做大龍鳳去刺激你 我會學學媽媽,說難的,讓你笑 記住,多笑一點 以後早九晚無,不能開OT 以後做什麼都不要說快… 做什麼都要慢慢來 做什麼都要慢慢來 好了…我答應你們 我…不…會…被… 那一半的機會發生 乾杯… 好… 我… 喂?喂? 喂? 下班了? 是, 剛巧的 你爺媽媽的女生回家很危險的 你看你這個樣子那麼累 街上人看見就嚇到我, 不要 是啊, 是啊, 最危險的那是你 你現在讓我歇辭, 陪我吃宵夜 你還沒想吃什麼? 我想吃... 蛋糕, 還要是你親手做的 我爺媽媽去哪裡變成蛋糕給你 你上次等了我六個小時之後 你做了一個蛋糕給我吃 我上次沒吃, 今次我想跟你一起吃 好啊, 不過沒那麼快就做到 三天呢?星期六有得吃 今晚先吃肥牛雜菜粉絲鍋, 好啊 好啊, 但我要的蛋糕跟上次一樣 我和我一樣的 你在做什麼? 在做餅子 是不是自己送給我的餅子? 什麼你的餅子? 我做光酥餅合桃酥而已 那就是今晚我沒約你了 那我約另一個了 你九點是不是真的行? 不要讓我拿著蛋糕 在中環碼頭等你三個小時 什麼中環碼頭?不是約了你嗎? 是嗎?你不是約了我嗎? 那行了, 沙姨今天又有下午茶吃了 那你給另一個吃吧 雅典娜公主不理你, 與我無關 公主殿下記得準時不要失約了 好啊 尤其傻丑, 你在做什麼? 沒事, 你剛才說什麼? 說中環碼頭見, 叫你盡時不要失約 好啊 院長打給我 最近找了幾個服科醫生 想我回去幫忙 所以我跟醫院簽了一個短期合約 會回來一段時間 永林呢?她是不是跟你一起回來? 不是, 她去英國 好, 完結了一段時間就回去陪她 老闆魚, 對了… 我約好一班 今晚跟老闆Ling 就搞一個歡迎回家派對 約了你 我今晚約了人嗎? 這麼掃興的, 差你一個而已 不要緊, 老闆魚不擔任下次 我會不會明天走 不要緊, 我坐一會 我坐一會, 今天要看我 我看我看我看你 これで回來 馬上和你還不是要的時候 為什麼, 白雷 我看你不見到 是它的難關 我看你不見到 叫你不見到 我看你不見到 你不懂得唱 好… 我不是很懂得唱的 太好了… 來吧, 等等 這一晚不經驗城 從前曾經申請你愛 冬家仔,我又遲到了 你怎麼不打給我 你不怕我不來嗎 三個字而已 你做手術遲了也好 脂症立落遲也好 三個小時六個小時都是這樣等的 不是就等到你來了 冬家仔,我有話想跟你說,過來 其實今天我遲到為了為我遇到一個人 我在醫院遇到自信 他說他回來醫院一段時間 剛才一群同事跟他在卡拉OK上 搞了個派對 其實在我跟他說電話的時候 我已經遇到他一次了 剛才在卡拉OK上 我跟他合唱了一首歌 管家仔,管家仔,我今天想交個報告給你 我跟他唱歌的時候 我心裡想著是另一個人 不知道那個人到了沒有呢 不知道蛋糕會不會跟上次一樣呢 不知道好不好吃呢 我剛才在我搭職業的時候 我沒有救命復發 你說,我豈不是值得獲得101分嗎 這樣嗎? 那我又獎你吃光它 為什麼不是雅典娜公主? 不是我偷懶 我原本真的做了一個 跟上次一模一樣的蛋糕 雅典娜公主的 但我做完之後才發覺 其實那些都是過輯的東西 這個呢? 才是現在和將來的我們 你看,你的頭髮都白了 你到時候腦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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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一輩子讓你獲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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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你跟我說 說你很怕我會丟下你,不理你 其實那一刻我很想跟你說 就算我等到你七老八十 我都不會不理你 我不會丟下你 我還是要走 你還要走 都沒有報徵 如果你們才? 等一下就搶著半個小時 dimension要游泳 記著以後會不會震氣 行了…說了這麼多次 我發望都記得 逢二、四、六去游泳 一、三、五就去耍太極 對… 卡, 記住要有恆心 待會媽媽陪你一起游泳 媽媽, 你特別要游 你最近的糖尿指數又高了 Jobo, 你也要游 整天滑頭暈暈, 腳步浮浮 不用說, 你血壓高了 是呀… 總之我們三個病君都一起游 好… 阿祖, 回來了 阿祖 這麼快回來, 再多玩幾天 卡, 你們來吃飯了? 是呀, 我們待會兒去游泳 那玩得開心一點 阿祖, 我有事想跟你聊 你們先吃飯, 等我下水 卡的心臟病怎麼樣? 聽家美說, 她嚴重了 隨時有暴斃的可能 要不需要我介紹你的醫生給她? 有心了 卡的心臟很好, 沒事 怎麼樣?我上來有什麼商談? 沒有, 我這次去英國 不是去旅行 我去找一群律師 商量一下怎樣打我們這場官司 原來那些律師費真的很貴 是呀, 出封律師信, 三萬元 你何必發抵騰呢?何必請律師呢? 豈不是賺益了別人? 我已經跟你說得很清楚了 我對你絕對是均均均均均均均 我想了很久了, 最後我決定分一成給你 你覺得怎麼樣? 一成? 阿虹, 你有沒有說錯? 我再說一次 我將會分一成給你 你不是在倫敦掉我的腦子嗎? 不是, 家好原來是我一手創辦的 整間餅店是我的 你只是來幫我 現在反過來你說分一成給我? 律師說按照法例 絕對可以打到你只剩一成 按照人情道理, 你應該連一成也沒有 整間餅店都是屬於我的 你那裡叫什麼人情? 你那裡叫什麼道理? 阿祖, 我跟你的時候 你有什麼條件? 說樣子你沒有, 說錢你沒有 說年紀, 有, 你帶我十幾年 還有一個老婆, 還有一個鬥仔女 你別忘了 當初你寫信給我 約我去獅子山公園單獨見面 你寫給我的信每一個字 我現在還記得清清楚楚 那你還記不記得 你經常稱讚我燒雲臉嗎? 說我做事做得厲害, 有樣有本事 結果我就一輩子被這個臭男人租賊了 拿債?你這個女人黏在我身上 根本是拿債的 難道你不承認你這個臭男人? 你這輩子做過什麼? 有, 靠黏 你本來先也不先下 後來黏在那個肥子上 你就變成一個老闆 你… 再後來黏在我身上 我幫你搞起這間餅店 後來就做了大老闆 老闆 你呀… 這是事實, 難道你不承認 阿公阿妹可以做證人 還有, 你媽媽也可以做證人 好, 我們去問清楚 來, 下來問他 你想去哪裡? 我媽媽有病的, 不能記住 你想氣死他? 我就是知道你媽媽有病 趁著他還在, 就問清楚他 他兒子是不是這種人? 當我求你, 你放我來站住, 行不行? 阿卡有心臟病的 阿卡有心臟病, 關我什麼事? 我在餅店裡做到運動 有沒有人關心過我, 有沒有? 你…阿浩, 你站在那裡 婆婆, 我有些事想跟你說 阿浩… 別說… 你幹甚麼? 你不是說我不是說你嗎? 我不是說我不是說, 做人老做得這麼瘋 你別說, 你別說 有甚麼事, 阿浩, 沒事吧? 沒事吧? 阿浩, 你幹甚麼? 媽媽, 我沒事… 媽媽, 我扶你上去休息一下 阿嶼, 和阿卡回家, 快點 阿浩, 紅衣, 你和阿浩說的甚麼? 真的沒事, 我們聊天而已 阿卡, 你多聊天 沒事 不游泳 阿卡, 你別走 別說… 剛才我好聲沒氣 真是要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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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們, 餅寶是否靠我 一手一腳搞出來的? 這件事真是無可置疑 芋姨, 你也告訴你們 加好月圓的招牌 是否靠我問何拿回來的?你說 是… 這件事真是無可置疑的 上次和何媽打招牌官司的時候 你在法庭親口承認 報紙都賣出來了, 法庭有紀錄, 表嫂 你親地錄, 你怎麼說的? 你別這樣說, 你別這樣說 你別這樣說, 你別這樣說 鴻姨, 是誰白痴律師教你說這種話的? 當年是祖伯自己不硬是公公 公公親手給他一個招牌 公公可以出來做證 當年是祖伯為了這間餅店勞心勞力 自己的廢物圈了, 還在搓餅 當年開罪我陣, 九個封球 他摘彈車跑去送魚餅 在中間裡, 橙子被大事摘死了 這件事全都知道 你幹什麼?你…做些輕鬆的事 阿卡, 你別這樣說, 沒事的 做飯甚麼都不做, 做飯朋友多 做飯交也行, 你先回去 你先回去, 你先回去… 家美, 你告訴你們 我在餅店裡是否經常做一些輕鬆的事 你說 我聽說, 雖然我在餅店裡的時間很長 可是我聽說鴻姐有個名叫鐵人熊 他說他甚麼都優秀的意思 相反, 很多員工都不知金先生是甚麼樣子 爸… 你…你寶雞王… 你的賤人, 你這獨胡… 你這個賤人, 你不用多說了 就要法庭見吧 媽呀… 好呀… 那我們大家法庭見吧 媽呀… 律師費很貴 阿祖, 你的私人戶口 只剩下多少錢 我只剩下六千多萬 我大把錢給你們打 你不賤人, 賤人, 賤人 賤人, 走呀, 走呀 媽媽, 祖伯, 你不用決定 總之我答應你 我請了最後的律師 去幫我租爆 一定是一天的官司 你不激動, 你千萬別激動, 沒激動 沒事的, 這個世界怎會沒天理 你不激動, 靈寶, 幹甚麼事? 媽媽, 幹甚麼事? 你還好問, 你這個好媽媽 要了餅寶九成虎罰, 還給我們一成 媽媽 媽媽, 剛才聽粗暴說 她說你要拿嘉奕月園九成虎罰 是否真的? 是, 我覺得阿祖只應該拿一成 你覺得不公平嗎? 我覺得我們希望 何媽他們一家人好多就真了 我不想跟你吵 我跟你吵下去, 只是傷害我們母女感情 你讀這麼多書, 你懂法律嗎? 現在律師沒有說我一定會贏得 這場官司 只有七八成的贏面 我們信法律好不好? 媽媽, 你別這麼過分 我不要這些錢 你一個女人要這麼多錢, 你幹甚麼? 心女, 你也是女人 為甚麼你這麼不明白女人的心態? 你一會被人遺棄過, 被人拋棄過 你夠不夠膽跟我說 你沒討厭過你爸爸, 沒討厭過靈智帥 我只知道何媽他們一家人是開開心心的 但我們倆令他們現在流了很多眼淚 整件事你最清楚的, 我盡力了 我無法留下他的心, 就留下他的人 現在連人都留下不了 我留下的錢, 我有沒有錯? 媽媽 我告訴你 我在倫敦的時候, 我想了很久 我在想清楚, 我應該給他們多少錢 我打算好來好去, 我還給他們三成 但當我想到那個女人 找兒子來搞我的女兒 我就決定借給兩成 我剛剛下機, 我收到阿恭的電話 說管家跟你拖著對手 我就決定借給一成 在結拖時候, 只好勢力 誰想趕骨氣 在先必須有一生處理 在補著時候, 知己知彼 在對立時候, 爭取勝利 無非人生到你 在對立時候, 爭取勝利 在對立時候, 爭取勝利 在對立場